不過說那台積電 或許是因為這個受到美國調查 這樣的一個聲浪傳出來 當然也影響到這兩天的 一個股價表現 台股在今天可以看到開低走低 在中場大跌了兩百點 台股在今天是失守了五日線 我們要請教杜老師 對於台股的這個 接下來的一個表現 這個小萌倒是看得很樂觀 他認為說在年底有機會上看 兩萬九千點 真的這麼好嗎 因為我們今年高點 本來7月11號 24416 那一天已經反彈到 兩萬三千七百多點 差大概七百多點就要出現新高 那我這邊有那個右邊的圖 你看一下我們欽然走勢圖 年初最低 萬四 有沒有 那7月31號是一萬七 有沒有 那往以後修正到七 十月31號 三個月 往以後十一 十二 一月份開始 十月開始就已經往上了 因為我們台股本來十一 十二 跟隔年的一月份 就很容易漲得三個月 我們過完3Q完以後 我們台灣4Q上漲的機率 大概62% 1Q上漲的機率70幾% 所以理論上我們把它壓了 11月5號美國總統選完以後 不確定因素 那我們台股這一波 修正到11月5號 開始要做年底的一個 推到今年的進高點 那因為我們今年是24 416 那如果說12 629 乘以兩倍就是25 258 所以大摩 那個摩根本來就是說 今年高點是24 4多 因為快要到了 所以他趕快修正到兩萬九 兩萬九的話就是12 629 乘以2.382倍 就是兩萬九 剛好就是兩萬九的位置 對 那我現在的話 經常在估明年的股票 對 因為再兩個多月就是已經2025年了 對 所以我大概估明年 因為今年這個叫初生段 回來以後 祖生段 明年以後是以色列的蛇列 我們今年農年現在漲31% 所以我明年估的高點 大概就12 629 乘以2.618倍 就是三萬或是樂觀到三萬三 蛇年的表現這麼樂觀 對 今年因為我們是21個月的高點 那三十四個月剛好在明年的八月份 所以我認為明年有可能也是在八月份 因為我們這幾年這邊七月份 這邊也七月份 明年可能到八月份那邊相對一個波動 就會見到波段的這個高點 如果按照過去的歷史經驗的話 蛇年通常上漲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對 我們前面有五條蛇 只有第一條蛇跌31% 那第二條蛇漲31% 第三條蛇漲最多 漲91% 第四條蛇是漲1% 離我們12年前是漲7% 所以平均五次裡面只跌一次 所以有80%上漲 那平均上漲幅度是19點多 大概20% 所以我認為明年的股票市場 是蛇來蛇去 晚上蛇上去 就是說跟這個一樣 只要慢慢收到那個高點 這是我目前對明年股市 短線的一個那個長 明年的規劃 好 不過再請教杜老師 當然台股好不好 最重要的還是要關注這個台積電 台積電在法輸會這個 再度創下歷史新高的這個股價之後 就開始比較走弱了 那這個時間點 你會怎麼觀察 他每次都串新高 1080完以後拉回 這一次1100之後也拉回 那我那一天開最高的話 我是有賣1095 賣到那個高點 相對高點 對 我們投資人也大概有八萬多人賣他 那晚又不是那個剛才講的 朱老師講的 是說那個利空 可以看得到 昨天就有稍微拉回 可是這個價位的時候 就應該真的要先下車嗎 沒有 那個是短線下車 可是長線有的人還是去買 因為那時候那天是九萬多張 外資買了三萬多張 應該都是我們的 自然也賣給他 那現在有兩個觀察 就是說他那一天的跳功缺口 就是1055 1055 今天剛好鎖在1055 尾盤拉到1060 所以短線拉回的話 1055是一個觀察 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1000塊 因為1000塊以前是兩次突破 完以後1000塊就拉回 那他這一次3Q法縮位 完以後噴出去 離這個1100塊 有100塊的價差 所以理論上1055一個 再1000塊 這邊你應該就要把這個持股 把它稍微建比較高的部位 因為我們認為 11月5號過完以後 我們開始要說今年的一個高點 那最主要這個 那天法縮位完以後 你看凱基的研究報告 就把後年有沒有 今年42塊 52塊 後年弄到70塊 70塊以上 那上次我們講那個外資本來 就估5年後是80塊 所以80乘以我們現在本益比是19.68 加20倍大概1600 所以現在外資估的最高價就是1600 可是我們目前來講1000塊上完以後 很多人都看這一波會只上1200了 是有機會只上1200 應該是明年的那個我們講的3萬或是3萬3的話 大概1200或是1600機會很高 不過全子股當中特別關注在鴻海 最近表情還滿強 它整個市值已經要突破3兆 鴻海大家記得 它最近今天台積電管達地 鴻海不是拉尾 最主要是這個 它要發行7億美元的ECB 武當寶 它的總萬價多少 300塊 回應你看一下300塊是什麼 這邊就300塊 這邊歷史新高是375 所以它為什麼不用375 因為300塊的話有四十幾趴的預價 所以你會看到最近那個GV200裡面 最強就是鴻海 所以你看它今天就特殊尾盤 雖然說那個劉洋偉有講說高音算不錯 然後完以後尾盤大盤再跌的時候 它就拉上來 所以最近的強勢股就是這一支 除了鴻海 那廣達的話好像就是在揮達創新高之後 其實廣達也有拉一波了 對 廣達是上個禮拜是互幫把MG報告開始調高 我這邊寫19塊 它調高到21塊 目標叫我上次來這邊的話 說我們是IPO的401塊 有沒有 它把它調高到420到425 所以廣達現在賬上300完以後 它不是最近比較強要挑戰那個345 理論上鴻海的234.5 廣達的345 理論上再連底的話 應該都會去挑戰這個高點 因為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已經過了1080 對不對 台積電已經是1100 那台積電相對比較高以後 信説GP200 它就會動這兩支股票 把它拉上來 好 不過在盤面上 大家也特別關注到 還有一個族群是PCB PCB展登場了 那麼在今天的部分 我們看到星星 其實星星在表現的一個部分 是比較強勢 而且外資其實最近也都有在賣 對 因為PCB展有三天 今天他們董事長曾子彰有講 明年的下半年PCB會開始走出谷底 可是ABF會早三個月 所以來講的話 外資前幾天就卡位 連打三天 完又上來 另外來講它今年的獲利 那個Enjoyment把它往下調高 你看一下今年5.5 明年13塊 13塊 會成長一跌 所以這一波因為已經跌滿多的 所以現在在做這個落後補漲的一個個股 而且ABF三雄的話 理論上這支是漲比較 角度比較好的 那如果說這個落後補漲的話 景碩有機會嗎 有人喜歡買它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買很多 賭很多 對 因為表現比較弱勢 而且今年你看獲利 大概兩塊多 有沒有 可是這個Enjoyment 你看它明年非常高 成長兩倍 對 剛才那個欣欣只成長一倍 它成長兩倍 所以這裡面跌身的話 你看它最近 那兩 前兩天不是有漲停漲停 這兩天都小黑小黑 理論上 它是比較極其低的 的一個所謂的低價的股票 這一次也是很強的一次股票